嗨 哈喽 昨天蝶 昨天蝶今天涨 来看我怎么样诠释一下雪中宏 来听我一下我怎么诠释富甲天下 里面到底出现了什么样子的转折 今天的节目很精彩 另外 先加入我的LINE 为什么 明天即将会有一档新的 再低档的股票 节目中 你可以先加入我的LINE 麻烦你先按分享 先按赞 再来按订阅 记得把小铃铛开住 全国的观众 全国的投资伴们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决战筹码 你好我是谢一文 好了今天大涨 讲今天之前一定要先讲昨天 为什么 因为昨天大家像惊弓之鸟 就好像你是一只鸟 站在电线杆上面 然后有人在下面用弹弓瞄准你 你要不要跑 要跑 因为昨天大家都感觉好像一定要跑 感觉就是要跑 我的情绪上就是悲观的 我的情绪上就是恐惧跟害怕的 所以你一定会想跑 对不对 那昨天为什么想跑 因为你前一天跑去追 去追什么 去追涨停板 去追高 你不喜欢底部布局 你不喜欢拉回的时候买 所以你的成本垫高了 你垫高了以后 稍微有人在下面 背弓蛇影一下 拿一下弓箭 弹弓 稍微比你一下 你就要跑 你因为大盘看到下沙了 又有人告诉你说 台积电要减单 对不对 那又有人告诉你说 这个外资有进空单 所以你感觉到那个氛围 人家跑了 所以你一定要跑 我不能说群众一定是对的 或者是一定是错的 但是你用这样的方式 用这样的方法来判断 一定会让你输多赢少 懂我的意思吗 不要用情趣 不要感受到人家的恐吓 用真凭十句来跟各位讲就好了 对不对 恐吓你很简单 很难吗 主力要到货了 最后一只老鼠 那我们赶快回家 我们赶快跑 有赚了赶快获利为安 获利落贷 对不对 把钱放在口袋里面 家里最安全 要恐吓你不难 可是各位 有没有拿出事实跟凭句 有没有拿出科学的证据 科学的数据 科学的矩正 对我来讲才是最重要的 我要什么时候跑 这个行情什么时候卖入大空头 有些股票已经开始要往下走了 就是说后面可能不会有太大的行情 因为大涨过一波段了 我也不会去碰它 我昨天也举出很多这样子的股票 以暂时性来讲 他们就是要休息休整 会不会有第二波第三波 以后再来讨论 可是以现在这个位阶来讲 以现在这个价量关系来讲 以现在的筹码分布来讲 我现在就不适合去碰它 它并不是去卖入空头 懂我的意思吗 那什么时候是最明显 最大空头来临时刻 一定是台币开始贬值 你看到外资开始在净汇出 你看到台币开始在怎么样 往28 29 30 31迈进 甚至于有开始那样的转向现象 或者是升值的幅度开始变少变小 我们就开始要怎么样 要紧张害怕了吗 为什么 我跟各位讲 我们算筹码的人一定是非常注重金流 一定非常注重fucking money hot money 钱这种东西它就是资金的 它就是行情的推手 如果没有钱没有堆叠起来 请问你留在这个市场上干嘛 请问你去找一些特殊的股票干嘛 不用嘛 你就顺着方向去做嘛 你就顺着那个市去做嘛 所以各位 真的要卖入大空头 请你看台币 请你看资金 外资卖不算 外资卖可能钱没有汇出去 你不能说外资卖了 那我们赚外资进空单 所以我们就赶快跑 他钱有没有汇出去 他可能在做一些策略型的布局 或者是调整 只要他钱没有汇出去 都还在留在股票市场上 或者是还在布局下一阶段 他们想要买的股票 这不叫空头 对不对 那你又举到昨天的例子 老师难道外资布局进空单不算吗 算 所以说老师你错了 你昨天他就是有布局进空单 4-5000口 所以我昨天卖股票哪有错 我看空这个行情哪有错 或许你是这么想 可是我告诉你 你少观察到的一件事 昨天大跌下来 对不对 昨天量缩量还算蛮漂亮的 但是昨天指数来讲 他就大跌下来 跌了100多点 跌了140点 那 老师今天要结算 所以今天应该更要跌 你一定会这么想 好 如果要真的外资要看空这个行情 很简单 对他们来讲绝对不是难事 为什么 我就大卖台积电 我就大卖金融股就好了 指数自然就下来了 其他股票都不用跌 你就看我台积电表演就好了 你看我连电鸿海大力光 我那些重拳值的个股金融股 我就把它打下来就好了 我的结算价格漂亮 我跟你说 绝对漂亮 请问你昨天台积电有没有跌 请问你昨天台积电有没有跌 台积电没有跌 台积电 nothing 没什么跌 还在平盘附近 所以各位 昨天那个跌是跌真的还跌假的 昨天的那个跌是跌真的还跌假的 你少观察到一件事情 净空单对没错 可能有看空的疑虑 有看空的想法 你有这个企业点表示你观察入围 可是你少观察到一件事 我真的要让指数跌 我杀台积电就好了 台积电手段我持股外资百分之七十几 对不对 好 那你说老师 昨天外资又出示了一个报告 前天又出示了一个报告 明年台积电的第一季 产能利用率可能未达百分之八十 也就是说他 他对苹果会 卖的不是很好 会以后往后第一季 会抽单的这个征兆跟迹象 他先提出的市井 好你讲的很好 如果是苹果纯粹卖的不好 绝对不会只有影响台积电 其他个股也会跌 我们就先拿台积电来做比喻好了 如果苹果真的卖的不好 台积电会不会跌 我相信他会跌 可是各位你不要忘了 那是因为苹果卖的不好 那如果台积电 在产能利用率真的来到了百分之九十 来到百分之八十 请问你 别家公司的其他大厂 其他的消费性电子消费性产品 会不会补足台积电的产能利用率百分之八十的缺口 为什么你以前也遇过 年初的时候中美贸易战 华为被禁制令 限制令到现在都还限制 台积电当时怎么样 也有疑虑也有人提出疑问 对不对 他也跟华为做生意 他也跟大陆做生意 那少了这一个大咖的 对不对 那是不是产能利用率会下降 是不是价格或者是毛利率会下降 也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 请问你到了最后中间的过程 你是不是都听到一件事 台积电的产能利用率 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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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想要跟他买什么 买他的金元 要买他的什么 买他的产品 所以怎么样 所以产能利用率仍然是百分之百 依然是蛮宅 所以各位 听到的消息 或许他不是错了 因为也是外资出现报告 你有没有多加揣摩跟研判 最重要的重点在股票市场上面 资金有没有做一个所谓的退潮 或者是资金开始出现外游的状况 你却没有去观察到这几件事 懂我的意思吗 那严格讲起来昨天害怕 不能怪你 因为一堆人吓你 一堆人跟你讲 对不对 严格讲起来昨天谢老师还讲了一句话 也才跌1%而已 有这么严重吗 有这么严重吗 那总归道一切还是有人去追高 所以你会害怕 那在这样的资讯方面 包含抠讯 包含筹码上的追踪 包含文字上的叙述 我对大盘的看法 那如果你能看到所谓的当面讲 你或许会放心 那如果你想要更放心一点 很简单 你加入我的资讯 为什么 因为我的资讯还有文字上面的叙述 当然你加入我的会 那是更好 我们先不要去讲这个 好像商业化 不要 好像有商业利益来对你 不要 你就先加入我免费的资讯 你可以直接得到 我的看法 我的想法 包含等一下我还会讲一些所谓的 这个 对于我们的看法 有人做一些所谓的批评跟研究 我们也提出来探讨 好 先加入我的资讯 无论如何 来各位 免费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资讯 他的Money888 好不好 好 那 有人在Lineat里面跟我提出提出质疑 老师你好像不太偏向基本面 你好像不太偏向财报 你好像不太偏向所谓的本益比 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 很好 可以提出讨论 好 讲究很实在的话 我会参考 但是我不会太注重 为什么 因为毕竟你说的EPS 都是由过去所赚的钱 来跟现在的股价而比 好 听懂我的悬外之音了吗 我的悬外之音在于哪里 我要比我比未来 我要看基本面 我要研究基本面 我要研究未来 为什么 股价永远在反映未来 它不会再反映过去 你看到的股价上涨 或许它过去的营收很好 可是各位 它现在所正在反映的绝对是未来 为什么 未来和比过去都还要来的好 股价才有上涨的空间跟机会 所以各位 我不是不注重基本面 我不是不注重财报 我不是不注重本益比EPS 我都会看 我都会拿来怎么样 我都会拿来参考 可是各位 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我常常做研究 我常常做研讨 除了研究员出去跑以外 还有一件事非常的重要 这一家股价 这一家公司有什么样的 基本面的营收的 或者是订单的 或者是有什么 对股价有影响的东西 我一定要拿来看 看什么 就这一家股价跟公司 未来的发展性来想 有没有突破性的成长 为什么要突破性 那个爆发力才会大 那个故事没有走完之前 我都会持续的做拉回买进的动作 我举例 雪中宏 我举例雪中宏 我从来不会跟各位讲说 雪中宏威风八面上了以后 我跟你算350 我跟你算380 不会 我现在甚至于还跟各位做下修 我昨天也做了一个下修 我们不要说股价300 都是300都不会跌 说不定还会涨更乐观 所以我们的雪中宏 更可以大涨一段 我跟你用最悲观的分享方式 卖掉大陆厂10块钱 一个股本 事实上是11块 我们就算一个股本 那个已经确认了 公开消息上都有 那个不用我来介绍 可是各位 威风八面 我们不要算300 我们算200就好 200算下也一个股本 200算下一个股本 如果今年 在去年 在今年当中 卖场的钱没有入到所谓的雪中宏 没有关系 我们当明年他一起入 什么时候入 我没有办法干预 我没有办法去牵扯 我没有办法跟你说一定是在什么时候 我们就当明年 无论任何时刻 明年的那一年当中 会入进两个股本 一个是卖场的 一个是威风八面上市的 我们只算一个股本200块 我们就看当做他投资损利 一个股本就好 两个股本20块 我给他5倍的本利比好不好 5倍就好了 而且现在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还未发生的事情 路障这种东西还没有发生 都没有发生 我想请问你 股价应该在多少 5倍的本利比就好 股价应该在多少 那遇到这样的事情 遇到这样的股票 故事没有走完 请问你拉回 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 请问你拉回 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答案呼之欲出 答案呼之欲出 我也不要多讲 我也不要少讲 我尽量把事实陈述 跟未来所发生的事情 我甚至于再低估一点 不是基本面不能信任 不是 但是过去的财报 跟过去的基本面 你不能拿到现在来讲 你不能滴沟到菜兜吗 还有财报为什么不能完全尽兴 这也是投资人考我的 我先喝一口水 为什么会计师 为什么财报做出来的东西 为什么相差性会这么大 会计当然有很多准则 有平滑准则 有什么公报原则 或者是先进先出原则 很多很多很多 那个是我们一般小老百姓 没有办法去理解的 当然我们读书都有读到 可是各位 我们讲一个最现实的东西 我讲个小故事给各位听 有一家上市的公司老板 想要应征 想要找会计师事务所跟会计师 他来做签证 因为财报每季 每个月都要做财报 都要做出去给金管会登记 或者是工商团体 让他们去评估 股票市场他去评估 他毕竟是一个公开发行的公司 他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 他想要换掉会计师 他现在来找新的会计师 跟会计师事务所 来了很多很多人来应征 老板都不太满意 财务长也不太满意 最后有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有一个会计师 出来跟他interview 算interview 像要面试面谈那种感觉 看能不能有合作的机会 这家公司被录取了 这一个会计师被录取了 这个会计师打动了老板 你知道这个过程是什么吗 我讲给各位听 前面是不是有很多会计师 跟会计师事务所来应征都没有过 老板最简单的 这是我过去几年的财报 请问你 如果是怎么样的话 你要怎么编 这个会计师务所里面人很多 为了要接这个case 当然也是大费周章 来了一堆人 一天至少工作10个小时 12个小时 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算啊 搞啊 弄啊 交出来财报 或许有些东西是很正确 或许有些东西是很趋近于 就是他们当时过去的 之前那个会计师事务所 所提算的财务报表里面的现实 是非常的接近 或许 这个来应征的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里面所有的人 都找到一些所谓的小问题 小bug 或者是要教老板一些 所谓节省成本的一些方法 或者是算出来哪一些成本太高的 你应该做一个怎么样 下降 甚至于对什么样产品 或说对上游厂商的产品 要做一个cost down 都给老板很多的建议 但是那些会计师事务所的人 跟公司为什么都没有被录取 你知道吗 问题就在哪里你知道吗 为什么最后一个会计师 跟会计师他被录取了 能够有合作的机会 他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份合同 最后那个会计师 也是一样 老板还是这样对他 丢给他一堆过去的资料 你算给我看一下 你会怎么样编这个财务报表 快计师报表 连看都不看 连看都不看 把它丢到旁边去 把它搁在旁边 不是丢到旁边 对老板要客气 把它搁在旁边 他跟老板讲了一句话 老板你告诉我 这几年的财务会计里面 你想要怎么做 老板马上当下在录取他 老板马上当下在录取他 为什么 为什么 当我想要炒股票的时候 当我的股价偏低的时候 我缺少了动能 我缺少了动力 我缺少了市场上的说服力 我想要买进我的股票 请你出示好的财报给所有的投资人看 买完了以后 投资人跑上去 我现在讲的不是个案 我相信上市上柜公司里面 一定会有这样的通病存在 那既然有这样的通病 讲一句很实在的话 我能不能尽兴所谓的财务报表 我能不能尽兴所谓的基本面 一定要有我们自己来做判断 我们的判断方法是什么 对我来讲是什么 两个字 就是筹码 老板你说公司多坏 老板 你为什么这几天在哪几个券商里面 又买了这么多的股票 你怎么又 你自己又买了100张 120张 150张 拉回就是买 哇老师 你说这个财报不好 显示出来的东西是不好的 结果拉出来的东西都是你在买 请问你要信谁 请问你要信谁 你要信谁 你要信谁 你要信筹码还是信财报 对不对 当你要出货的时候 哇报纸登的全部都是利多 哇塞 三大法人联合买进 建议怎么样 股价会到100 200 300 筹码算出来 科学的数据算出来 哎呦 老板在走 对吧 陈泰明的老婆说我要转让股票 陈泰明跑出来讲说 哎呀 女人家不懂股票 要跟他买的人也是我介绍的 他只是怎么样要降低持股 股价从此 从他太太 从他前妻 前妻卖完股票以后没有高点 请问你要信谁 你要信外资报告 你要信基本面 你要跟他讲说缺货 涨价 调整价格 加班 还要在南部再开一个厂 你要去相信那些东西 还是相信筹码 还是你要相信筹码 你客观你有你自己的判断方式 你不一定跟我一样 你可能也得不到这样的数据 对不对 昨天的富甲天下 对不起 对不起有点跳痛 讲回来我们就要讲一个筹码了 除了故事讲完了以外 要讲一下我们自己的东西 昨天的富甲天下怎么跟谢老师 谢老师怎么跟各位讲 昨天富甲天下 仍处于所谓的首饰状况 也就是说 对别人的做法他有卖 但是他卖的很保守 外资卖很多 这张国本就不是外资着眼 本来就不是外资主导的 是由谁来主导 投信来主导 结果投信昨天晚上是买 我说我要研究报告给你 我说我要看完以后 才跟你下决定 对不对 昨天还跟你在节目当中 没有跟你下决论 我昨天买了180几张 我再告诉各位好不好 今天跟你保证又是买 所以富甲天下可不可以报 我今天早上有个抠讯 我说我占不加 为什么 因为我怕我们持有太多了 反而会造成反效果 人家干嘛要拉给你 拉给你好价格出 为什么 不要 对不对 反而你去做这样的动作 你再买进再加码 人家反而可能不买了 但是到今天 现在2.21分 我直接告诉各位 今天投信法人一定也是买 这是我敢保证的东西 一定买超 我们不要说买 一定是买超 而且买超不少 那有没有后续力 或许 那是什么时候要出 当我观察到买到已经 复合这一家公司所谓的 最大载能 或者是接近最大载能 我不用等他卖 我不用等他卖 我就带会员去卖 讲得够不够清楚 我有沒有认真在算筹码 我有沒有认真在做功课 虽然我家里最近有点事情 我有沒有认真在做我应该要做的事情 从雪中宏 到富甲天下 讲得够不够清楚 我股票没多 你不用想我 我跟老师兄拍的股票都没说 不好意思 我股票就是这么少 我股票就是这么少 还有一堂股票有在注意 来吧 还有一堂股票有在注意 就筹码来看水当当 你会觉得崔老师有点高 还好 为什么说还好 以这里跟这里的成本来讲 相距不远 相距不远 我现在还没有求证的一件事 我先念给大家听 他做的东西或许你有兴趣 第一个叫做 他是在做声跟音的部分 什么叫公司的产品 音频元件音频产品 他在做无线蓝牙耳机 无线耳机 就你们说的TWS 无线耳机 大家都知道 苹果出的最新iPhone12 这一款出完了以后 它里面是没有附证所谓的耳机的 苹果没有附证耳机没有什么 重点苹果每次只要做了一些 什么样子的改变 都会成为未来市场上所有手机 跟风的领先者 比如说iPhone10开始用TAP-C iPhone10 以前iPhone是用它自己的规格 他也不是用USB USB对来讲已经太慢了 结果他为什么改选意测 从iPhone10开始用TAP-C 他知道又可以省电 又可以双向传输 甚至于可以用Pay 来充电FORM 好处非常的多 速度又快 又可以省节能又可以省效率 又可以多出更多的效率出来 为了要迎合5G iPhone10开始用TAP-C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一阵子 TAP-C的股票全部都大涨 包含晶片组都在大涨 对不对 好 那现在苹果iPhone12开始不用耳机了 相对的独立的 独立的 没有那些大厂的 没有那些大厂支持的那些无线耳机 有机会会浮出头 为什么他的业绩量会变高 因为我现在买iPhone 没有耳机了 我势必自行要去买一部 我有钱赚 我可以更增加 更增加我的产品的多元化 旧音频的产品部分 无线耳机 我觉得这是一个商机 因为苹果iPhone12的关系 重点是你可以看到股价不高 股价不高 好不好 今天小量过一个前小高 会不会是一个攻击讯号 拉回来我会带你买 好不好 拉回来我找机会带你买 我刚说的 他是做声音的部分 刚才讲耳机是音的部分 还有一个声的部分 比如说像麦克风 点点点点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产品 我们就讲麦克风就好了 麦克风又受惠于哪里 远端交据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或者是远端视讯 视讯的部分他比较没有做 他就做声音的部分 是做麦克风的部分 这个比较大宗 公司所有的产品就是音跟声的部分 都有卖点在 现在股价不高 渐渐的开始在他的财报上面 开始浮出 有点浮出头来了 我甚至可以去推测跟预估 这一家公司营收创新高 至少都还会持续下去 而且会再创新高 股价刚开始而已 想不想知道这档股票 想不想知道这档股票 各位有没有 加入我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好不好 小老鼠HOTMONEY888 小老鼠HOTMONEY888 想不想知道这档股票 HOTMONEY888 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就对了好不好 我们明天见